今天又是一道下饭菜,金针肥牛 十块钱就能做出一大盆 教程非常的详细,你肯定能学会 快跟我学起来吧 首先呢,把金针菇去根 然后给它撕成小肚 再准备龙口粉丝一把 这时候我们把葱姜蒜都给它切成沫 手机酒店的家人们能先帮兄弟点个赞吗 就是照屏幕上点两下 你看我都这么说了 你又帮兄弟点两下,感谢大家 然后呢,再准备火锅底料一份 用一半就可以,不要太多 水开啊,咱们下入金针菇 烫一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金针菇的异味和脏东西 再下入肥牛卷,烫半分钟就可以了 别烫时间太长 不然特别老就不好吃了 油热呢,下入葱姜蒜,给它爆香 这时候呢,再来点脾香豆瓣酱 这道菜好不好吃 关键就是这一步了 一定要小伙儿炒到邻居 都能闻到香味 再下入啊,刚才准备好的火锅底料 一起给它炒香,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后呢,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来点生抽和蚝油 鸡精,白糖,调一下味道 水开呢,煮五分钟,打掉料渣 为啥要煮这么久再扔呢 因为这样可以让调料的味道 更好的散发出来 再下入金针菇,粉丝 煮三分钟,捞出来垫在盘子底部 再下入肥牛卷,煮三十秒 一起倒到盘子里就可以了 这时候再放点葱花 蒜末,干辣椒段 热油焦香 这道菜就完成了 就这菜我能吃八碗大米饭 你学会了吗 短短一分钟的视频啊 我要拍摄三个多小时 就麻烦您一秒钟 给兄弟一个双击支持鼓励一下呗 先谢谢大家啦 最后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没准还真有点用